好癢 我好癢 你知道我是不是說 哪邊 我怎麼說 我真的好癢 我受不了 然後那個一跳就這樣坐在那邊 然後興奮就很這樣 大腦 上去去去 就在這邊 那我上面就是漏花 看我兩個帶頭 漏出來喔 整個好像火山 歡迎收看FJR34 今天要請到小波來聽他的新歌 水晶晶 你出購的頻率很快 有嗎 10個月啦 你看看得出來 你很神 因為你連耳環都買不起用那個膠帶給你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看他的耳環 為什麼我要這樣呢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拍A面的時候 然後耳朵整個被扯掉 再一次不扯 嘟嘟車扯耳環 嘟嘟車扯耳環 沒有 它真的很壞的 你要看嗎 它現在就像是一個豬蹄膀 請看 就是分開了 你會害自己影片黃標 太形式嗎 太形式 好可怕喔 而且你知道整個人生就跳到第七 踢第七天因為我去巴貼嘛 那個服裝師也沒在給了我 就說這個很搭配 越帶越大 然後我就跳到第七天 我就說不行了 都好痛 然後就說好不然每天戴小小的 然後因為就戴小小的 然後我就說好 就隔天 因為我們就每天要戴那個頭套 假髮貼那個變裝 黃厚的膠袋 太過可認真的受得了 那種地方 40度喔 然後我就穿長袖什麼 回家你就只想到 立刻反而是都可以拆掉 可是在拆的時候 你就想說趕快拆 突然我這樣一拆假髮 是不是突然那個勾到耳環嘛 然後一勾以後想說 欸 耳環掉到地上了 然後我就這樣撿起來 你看 發現那扣子還在上面 然後我就立刻跟服裝師說 我耳朵裂開了 然後他就說不可能 我去廁所 就是都是血 然後就變豬蹄 對 豬蹄 就是已經沒有知覺了 所以後來耳環掉了以後 他整個這樣裂開 不是 用顏色 那個人工皮這樣貼住 然後貼完回來以後呢 我就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我看一下 一看 他就說 公信主之眼 沒有 他沒有主之眼 他就說 哇 這永遠就是長這樣子 欸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因為當傷口裂開 你應該趕快把它縫起來 對 可是因為我已經結痂了 然後到現在就是已經 已經固定了 然後他就沒辦法再合起來 然後他就說 那現在怎麼辦 他剪開在旁邊 對 我還笨到就是 去問那個皮膚科 我說 醫生醫生怎麼不會痛 他說 因為已經 就是 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 對 已經到幾點了 我還以為 醫生醫生為什麼不會痛 他說你要吃虛蹄 虛蹄 你跟他阿嬤一樣 你也有虛蹄 阿嬤怎麼沒有感覺 那時候想說 要拍的第一天 我還很興奮 還去逛那個恰苦恰 什麼的 然後就買衣服 然後隔天一拍的時候 我才正要脫衣服 我整個熱度 我就是已經變這樣 就全這樣 就是 你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說 我好癢 我好癢 然後那有朋友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哪邊 然後我說 我真的好癢 我受不了 我讓你很癢 是不是 因為我已經到開始 我就說 我好癢 然後他就說 什麼很癢 然後你要吃那些東西 都玩之後 才可以去 玩之後 現在 中午的確認就正癢了 而且你知道我一回來 我回家 就想說 我好過了 頭皮也起水泡 我耳朵破了 腳也就算了 嗯 結果後來 如果好 洗澡的時候 我就回到台灣之後 你可以開始 好好地洗澡 然後就開始摸自己全身 想說有沒有一些 多傷心的 就一摸到我屁股 整個屁股 你到底是去 你不是去拍田兵 後來都可以殺 你知道嗎 後來都可以殺 後來都可以殺 我一定要去戰爭 然後 那個 我屁股一摸 我整片屁股 那個屁股蛋下面 就是肉跟大學接觸 我整個都是豆豆 全部 滿滿的 頂啊 對 紅紅的 壓得會痛 對 然後我想說 我屁股怎麼了 怎麼那麼醜 我來拿鏡子這樣照 好醜 我的鏡好醜 後來我就趕快又去看皮膚科 就先看兩次 然後我就 醫生 我就說醫生不好意思 那個屁股 有一點長那個痘痘 這樣子 然後醫生說 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說 你要看 你太太大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這樣 給他看 結果他就說 好難言 然後他就說 他說你久做對不對 我說沒有 一直站著 因為我是前三天在跑太陽拍 後三天在曼谷 昨天吃小瓜是多有錢 沒有 因為那全部都贊助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跑太陽拍 然後他們就說 跑太陽就是一定要去那個 夜神 然後 然後 不要Gay街 對 可是因為我就想說 我人生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我一定要去 那因為我就 女裝完 就直接就女裝去了 然後去了以後我就坐在那邊 那因為他們就是有那種就是旁邊外有公關 什麼 要坐在你旁邊跟你聊天 我以為他就是開心聊天 自己要喝酒這樣 結果沒想到他就一直說 買 買酒 買酒給我 對 買酒給我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要買給他 想說他自己不會買 對 我不懂 我完全不懂 我以為他只是單前給我聊天 我是善良的心 結果他一直說買酒 我說喔你要喝喔 買啊 來來來來 我還拿菜單瓶打開 然後他就說NO 然後叫我買 我想說好 那就買吧 然後買給誰 買一個男生對不對 對 可是因為那個人一直跟我聊天 我想說那個人好 把他去聊天 他自己很酸嗎 這個重點 所以他一直在網邊 有時候沒人能夠聊天 他不然去聊天 聊天好了 就喝啊 沒魚蝦也好 對 問我沒有要怎樣 結果後來我就聊一聊 他就開始會一直 就是他那個啤酒一來 他這樣 喝嘛 喝完之後 他說NO NO NO One more 又要再一支 我說 他就說 一瓶就在八十一百二一 哪有 那是三百五 對 對 然後 然後我想說好 你就 你要走就走 不然就跟我聊天 結果後來突然他發現 他好像有點太暗了 因為他就說 什麼爛極論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就跟他說 那我不買給他喝了 他就說 OK OK 然後他就自己走掉以後 他就去拿了兩杯 自己放在我那旁邊 坐著 然後就自己喝 那沒有算我們的錢 然後 然後 他就開始跟我聊天 後來有一次他最過分 他是直接 因為我穿裙子 他直接手伸到我那個裙子裡面 然後捏我的屁股 這樣子 嗯 然後就說 誒 誒 然後你這樣子 誒 蕭達莫力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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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氣的不是被飛臉 是他也沒有買酒 我還要補給他 他沒有補給他 然後你知道我就氣到不行 我就說 為什麼他可以碰我這樣 然後就說他好像喜歡你 之後 然後他一直跟我說他很大包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OK了 然後後來直到那個秀出來 他就說OKOK 然後把我推過去給那個秀的那邊的人看 這樣子 然後靠近 可是你知道我看的那一家他就是 那個桌子設計有多沒水準 因為他那個設計 比如說那個高度就是這樣 可是那個男生一走過來的時候 他那個高度會再這樣 對 就是故意的 故意的 然後他就一直在我前面這樣晃 然後就說 然後 這樣怎麼這樣吃開 然後就說 有位是熊 有位是熊 不知道當什麼 然後他一來他就要擬過一百塊 對 然後我就每一個人 他廠牌上有五個人 他就每一桌都要 然後每一個人都這樣弄你這樣 你就Vogue嗎這樣子 我直接畫了一隻 其實也太可憐 這樣就算帥 他一直以為你這樣 一直這樣甩你 然後就要付一百 他會想說也太沒水準了吧 我朋友跟我說 就只要付二十 就把他換成二十 這樣一個一個給就好 太沒水準嗎 沒二十塊 沒水準的女人 對啊 不是 太沒水準了 二十塊 我那時候會跟我朋友講說 如果我今天找一些直男 我都會拿他們的錢去付 因為我的錢 這個人是公美水 他跟他 還有幾個很有錢 對啊 我的錢還是我的錢啊 他們的錢就是 打的錢 打的錢 他們很有錢又不缺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哇 第一次看到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但我看過更精采的是 那時候我記得四五年前的時候 去跟我的前任去泰國 買的時候 有一個說多誇都很知道嗎 他們就舞台中 會被當秋千 然後會有人在那邊 一個人會被人在那邊 然後那一號就坐當秋千 然後興奮就好像這樣 有當 殺氣去去 屁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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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瞄準 這個舞台嗎 真的嗎 真的嗎 但是我沒對準 他就會出去 對 那個就會撞飛 那時候他當進去之後 他當進去之後 然後直接把他凸倒 凸倒了 然後自己在那邊 繼續來這樣子 啊 很猛 你知道雖然我們表演是這樣開放 可是其實我有點傳統 就是真的 我跟你講 我相信 我的內 就是我的服裝師幫我換衣服 我都不能讓他看到我這裸體 或什麼 漏 因為我會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當別人在戶外要頂我 我會覺得也是很尷尬 像他在漏那個意思要我摸摸 我就不敢碰了 所以我是沒有碰的給他錢 碰能呢 那一服 給二十當然過分而已 所以你去泰國都沒有發生下一個 各季部的關係 沒有 就像你講的 厭遇這件事 他說有一些是那種外國人去 我一定OK 因為外國人愛你 而且我又女裝嘛 然後我就說OKOK 然後我就點了一杯啤 那種調酒 我就想說好喝喝喝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不要再坐在椅子上 你出來就是要出去玩 你不要站在那邊圓 對 要站起來 對就是沒有人認識你 你說真的嗎 柬埔寨嗎 沒有 我真的去泰國 泰國 然後他說這邊真的沒有認識你 然後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就拿那個酒 然後就是跟別人敬一下 然後我來跳 然後這樣子 他還在那裡喝 然後就像小扭動這樣子 那個台上那個主唱 因為他們都是Live Band的 他就突然就看我在那邊跳舞 然後女裝 因為我不是都穿奶嗎 是因為我想說 反正我也會搭動 就把內衣是扣在外面 結果後來 一般我是會穿在裡面 那矽膠跟內衣會比較貼 可是因為我穿那個紗 所以扣在外面 想說還好 反正也不用搭動 就是走路而已 結果後來那個DJ就說 然後我上來上來跳舞 然後問我就是你來自哪裡 我說台灣 他說OKOK 然後就放了那個 然後他放賽的歌 然後我就變這樣 然後他一直大跳 反正想說下面也沒認識我 我就趁現在放開自己 然後給下面外國人看 然後這樣大跳扭 然後突然就這樣摸自己 突然我這樣一摸 然後這樣摸 準備要摸上來的時候發現 那我奶罩怎麼在吃 奶罩被撩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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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奶罩在這邊 那我上面不就是露嗎 我一看我兩個奶頭 乳房這樣子喔 露出來喔 整個 然後穿活衫 然後露出來 我直接趕快拉起來 我說我走光了 我走光了 然後那個DJ離我 在跳舞 他一直好像是來 買一個民俗記憶的 他以為你爭辣幾分 超驚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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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趕快就拉起來 因為這邊很多人拍 我想說反正也不認識我 好像露出來之後 嚇了 你一下來以後 突然那個人就說 我嚇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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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就你丟人都露我 他說 我嚇到我們是開玩來的 我嚇到你好 我看到露點 他有沒有看到嗎 他說 不清楚 不清楚 原來我就是扮女裝 在泰國也沒市場 然後韓國也沒人愛 有時候那我叫 等一下去哪兒 你下一個就去愛子 就去愛子 他要包成這樣 會不會有人愛我嗎 所以我就覺得好難過 就是反正 每次出去都沒有人 沒有人會 厭遇跟我想要接吻 或什麼 而且你知道我們兩個 都要放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兩個是泰國 我們兩個只要換一萬塊 然後我們說是這個媒體 然後我們還是要趕去DJ Station玩 拜託友等次過來說 我可以給你們拍照嗎 然後他就說 好啊 你可以給我拍照 可是你要接我喝酒 你好勇敢喔 我還要不上台語 我不敢 然後他在台語 我說大師過來 有人要請我們到G Tony 我說當然要抖 好啦 我們就要太錄太久了 重點是這次的水晶 你想知道什麼概念 是被霸凌嗎 沒有 因為上次被霸凌的這個歌 乖乖吃瓜 講那麼認真說 不要被霸凌 不要探討社會議題 還是被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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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確實就是 比較沒有什麼 講一些議題 就是讓大家快樂聽 因為已經放暑假了 所以大家可以快樂的 跳一些T-talk 但是唯一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你知道 我們就身為原本是 舞蹈出身的人 就會想要把這舞蹈 排一點點難度 可是你知道那種 手語歌很難排 你會排 我不會排 我會排手語 手語的那種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排 然後我就想說 找那些歌手跟我一起合跳 然後下面人 因為現在就只有副歌上架 然後就上上 然後所有人都說 欸這個很難耶 那我就想說很簡單啊 就是 他說太多了 一定只能這樣 那我就說 太簡單 太簡單我不會買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這首歌會火啦 只是舞蹈不好啦 什麼什麼 就是一開始會攻擊 那怎麼辦 你要重兵一下嗎 現在就想說 可能會發一個比較簡略吧 我也覺得要發一個簡略 找跳的就會跳原本的 你不要嗎 你不要嗎 你把那個重心放太多 你要不然就是一個 這個版本重 對啊 你們太貪 真的太貪 一個重就好 因為你有時候 也沒有難的版本 他就一個版本 他也不會有說 無者版 而且我不能不說 你目前發的水晶晶 沒有一個跳的好的 太難 太難 我跟妳講 因為我真的沒時間 我真的只有在校園的時間 就趕快說 啊畢你可以幫我拍照 他就說OK 趕快就 畢書鏡啊 然後生沛詞什麼 就大家只能那個 最厲害的是我竟然 跟中國娃娃一起跳 什麼都搞 就是娃娃 因為我在泰國的時候 他就follow我的臉書 所以在泰國的時候 我就吃飯然後就找他跳 可是他們就一直說很難 但我也不知道難點在哪 講不聽 然後後來我現在就想說 好吧就是要那種 像那個娃娃那類的 對 然後後來就想說 舞蹈被罵 應該還好 歌就大家都誇獎 這唯一有一個 就像你剛剛講 他說這麼難聽的歌 一點深度都沒有 然後一點營養沒有 我也只能一直發給我 每天抖音都滑到 因為我每天上傳 因為你有買廣告嗎 沒有 真的沒錢 然後他就說 這麼沒養的歌 他一直推播給我 我就想說 每一個我都要回覆 我就回他說 你真的不行 對 真的很無聊 然後看到有人罵我 我就想回 我就回說 我這首歌 確實沒一樣 因為畢竟 我又不是賣牛奶的 然後我就說 第二 你要有深度的歌 你可以去聽 蔡林的 我就是一個沒深度的人 來啦啦 然後後來我就會 一直跟他們這樣回罵 結果你知道沒想到就是 因為那個這樣子 流眼會越來越高 然後抖音都會幫我推播 越怕推越兇 對 然後就變得很像我有下廣告 可是我真的沒錢 然後他就一直推 然後現在變成是 只要大家每天滑就滑到 真的 我也是一直滑到 真的喔謝謝 到底夠了沒 好啦好啦好啦 水晶晶在Youtube已經上架 在各大音樂平台可以聽到 記得去支持西小瓜的新歌 水晶晶喔 對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跟我翻挑 好沒問題 謝謝小瓜 掰掰 我們自己錄了一個小時